伊朗总统出访中共国前 向媒体宣布 此行将会谈到中共答应给伊朗的四千亿美元的事 请问几个 中共会支付这个钱吗 中共还有钱支付吗 兄弟姐妹们 你们太傻了 那四千亿美元压根 那是归伊朗的神棍 哈梅内伊 还有现在这个莱西 这些神棍拥有 他为啥在去之前要说这话 中共给不给 你在开玩笑呢 他为什么露大脑的石耀岩那种诈呼 他要掩盖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真要钱 你觉得他媒体前说吗 他要钱他用都跑到北京去要去 他放个屁的下面人都可以干了 你欠我钱你给我 共产党现在给伊朗钱每年都是几千亿美元 他用喊吗 那是糊弄伊朗人 中共欠我四千多亿美元 我去要钱去 在掩盖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实际上说的最高尚的话 是掩盖不可告人的秘密 天上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这么简单的愚蠢语言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懂 那四千亿被哈梅内伊家住 现在不止四千亿 他已经大概是将近七千亿了 告诉伊朗人 我去要钱去了 伊朗人听就好啊 我这鸡蛋会便宜了 伊朗现在鸡蛋多钱一个 他要去干什么去 到中国去跟习近平商量 你得支持我呀 以后得让我来当这个哈梅内伊死后的所有的神棍代表啊 哈梅内伊家族都同意了 他们要授权了 因为那个钱的使用权在哈梅内伊手里 来自于去中国钱讲的话什么 我到中国要钱去 以后这个钱再支配呢 就是我说了算了 然后让伊朗人特高兴 我帮要的钱给你花 要的钱会叫伊朗人花吗 所有的这些流氓政治家所谓的神棍 都这么垃圾 那钱共产党从来就是 用这钱来支撑着整个哈梅内伊和下一个政权神棍的交替 控制伊朗的办法 买他的油 提供他补气 控制他的钱 因为美国制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林俊